一大塊鐵皮變形 懸在半空中搖搖欲墜 大風一來馬上吹出 KIDING KWANG 聲響 拉近一看不得了 這是籃球場 底下還有人在運動 好像有點危險 不只打球 要等於要很多人家會運動 颱風都還沒登陸 新竹琼林叫出風雨球場 已經經不起考驗 屋頂鐵皮帷幕 居然被風吹到掉下來 是豆腐渣攻城嗎 颱風就要來了 實在很危險 在昨天晚上 因為風大 不慎掉下來 不過我們的屋頂結構是 安全的 還是在我們的保固之內 我相信我們廠商 會在這一兩天 趕快把它修復完 這畫現隙 溫載了漁港 也刮起了強勁風噬 沿海風車高速轉動 光看就知道風大 許多釣客也發現 情況不對 趕快撤退 但怎麼有一家三口 居然還在船罰上 爸爸海釣享受拉桿樂趣 媽媽則抱著小嬰兒 在旁邊散海洪 不是颱風要來了 颱風要來 這是你們的船嗎 你們怎麼這樣不危險 對 爸爸一臉輕鬆 但小嬰兒要是掉下去 恐怕事件大條 在彰化園林 就真的有婦人墜落 七米深大牌 大牌 可以嗎 可以 婦人在大牌中載夫載成 消防垂降救援 把人吊掛上岸 她不明人因墜落 還漂流兩公里 被民眾發現報警 救回一命 但一事不清 趕緊送醫治療 有沒有可能是風大 不慎失足 又帶調查釐清 記者何謀前程師偉 成功人王世函 新竹彰化 採訪報導